世界遊展在台北世貿隆重登場 中華遊展把這個集遊界的年度盛世 首度搬到台灣舉辦 開幕典禮上30多位各國使節代表前來祝賀 副總統陳建仁也讚賞 藉著舉辦世界遊展這樣的國際性活動 讓台灣再一次站上世界舞台 藉著世界遊展這個難能可惠的平台 我們不但可以看到 台灣遊展服務的雨時寂靜 同時也向全世界來展現台灣精美的遊票設計 極有的風氣以及舉辦國際性展會的能力 遊票一向被稱為國家的名片 透過一張張遊票的翻寸之美 讓每個國家亮眼的文化軟實力 可以繽紛展現在大家的面前 台北2016世界遊展 吸引全球超過80個國家地區的遊政單位 遊商和遊友涉攤共襄盛舉 其中最大的亮點就是珍奇遊票特展 秀出包括價值估計高達新台幣5億元的 清朝末期遊品 和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時的遊票 一張張古老又稀有的遊票 記錄遊政演進過程 極具歷史意義 現場攤位則提供各國遊票交易販售 活動多元 亞俗共賞 吸引極由愛好者朝聖 也啟發年輕族群對遊票的興趣 希望在最後的節目 大家 尤其是朋友 遠遠的 都會告訴你們 你們成為遊客 而你們會回到台灣的朋友 世界油展活动为期六天 每天规划不同主题 从设计 动漫 工艺等角度 呈现和邮票的连结 现场也安排数位科技互动设施 拉近和观展民众的距离 开幕当天更请来奥运举重金牌选手许淑敬 和教练蔡温义担任嘉宾 为奥运金牌油桶揭幕 许淑敬特别邀请民众一同和金牌油桶合照 现场马上刮起一阵奥运旋风 为世界油展增添更多人气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王一文台北报道